哈喽大家好 欢迎新老朋友来到小鱼的AI技术学院 那么2024年已经过去了三个月了 你们想好了做什么视频了吗 今天小鱼这期视频希望能给你带来一点灵感 那么我会通过四个AI来做一个预言故事短视频 希望可以给我们正在想要做视频的朋友来一点灵感 这里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小鱼的话有点多 但是如果说想做视频的话 那你们可以开始了 因为现在做视频真的不难 不管你是新手有基础没基础的 我们都可以通过AI来帮我们做一个视频 不相信的话你可以把这个视频看到最后 看完之后相信 看完之后相信你就不会觉得做视频很难 那这里废话不说了 直接进行实操 做预言故事肯定是少不了我们的GPT GPT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APP 帮你写各种文案脚本 这些小鱼就说过很多遍了 但是前提是你要有一个这样GPT账号 最后是有一个GPT-4的账号 那这样对你做视频对你写文案会锦上添花 如果你还没有账号的话 下面有一个GPT成品账号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在这里呢 我会把里面用到的一些提示词呢 都放在描述栏 大家如果说想做视频呢 可以直接去复制链贴 这里呢我给的第一个提示词就是 假如你是一名故事创作者 擅长写各种玄幻故事 帮我写一篇预言故事 故事有剧情 有反转 有对话情节 有心理描写 一千个字 那首先我们看这个标题就非常的上头 天命之书 我看了一下 这个故事也写得非常的不错 也就是一分钟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这里以后不要 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 我没上学 我没有文化 我不会写故事 2024年你想写个故事 你写长篇小说都没问题 直接用GPT就好了 那这里呢 他里面的男主角是爱德温 那么呢 我们要用AI绘图 最好来给他起一个英文名字 这样呢方便 一经历 他绘图的时候 他能记住这个名字 那我这里就简单跟他说 修改一下主角名字 把爱德温改成 把爱德温改成GIS 那可以看到 他直接帮我折里面 出现他名字的地方呢 这里呢 全部都给我改成那个GIS 第二个提示词又来了 根据以上故事 帮我设计十个分镜画面 分镜里出现的人物 还有背景 描述清楚 什么视角 什么灯光 以及人物出现的位置 手势都写清楚 那我需要根据你的描述来去生成图片 中英文对照版本回复 那么开篇呢 镜头啊 可以看到我是让他中英文对照版本 他给我出现了一点小插曲 英文的也是中文 中文的还是中文 不过这个问题不大啊 我直接让他再稍微再让他修改一下 直接就让他这里就改成一个英文了 如果说我们 那如果说我们的新手朋友 想要再懒一点 再懒一点 我们就在后面加个杠杠A26比9 这是我们上传一个YouTuber视频 常用的一个参数啊 一个长宽比 那我们就让他在英文后面加上啊 可以看到这后面呢 直接把把刚刚A2他的一个参数比例呢 给我们写在后面呢 我们就直接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故事的一个内容有了 一个分镜图呢 也有了 接下来就是让他帮我描述一下男主角的形象啊 以及服装颜色 我要去生图 对不对 要把男主角 他这里把这个男主角描述的非常年轻英俊 那我也是通过了两次的一个测试啊 最后我选择了第二个男主角的形象 就来到我们的第二步了 Let's go 绘图了 那众所周知呢 小鱼的绘图呢 离不开这个Mijerli啊 Mijerli真的是现在是绘图界的 非常厉害的一个大神啊 那如果新手朋友们不想付费呢 也可以选择一个Leilado 他每天呢 也可以有免费的150分呢 可以做图 个人喜欢Mijerli呢 主要是因为好用啊 Mijerli确实比其他的绘图APP 好用 在这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我已经把所有的一个分镜图片呢 全部做出来了 因为有的时候 大家知道啊 小鱼儿也是用那个合图的链接啊 可以看到这个合图里面呢 是有很多作者在里面做图的 所以每次做图都要排队 那我直接就把图片做好了 节约大家的时间 直接就讲解 那这里面呢 可以看到 这里呢 我用了一个以图生图的效果 在这个里面 那如果说很多新手朋友们 还对Mijerli不太熟悉了解的 那么我会把这个Mijerli的 一系列的课程呢 都放在这个描述栏 包括一个以图生图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去先学习一下 只有你对这个Mijerli呢 有了一定的认识啊 有了一个基础的绘画 那你才能做出更好的一个图片 在这里可以看到我的男主角啊 我就大概是用了这样一个形象啊 可以看到我下面做的图 给大家放大看一下 不说百分之百的像啊 但是还是有一点像的啊 可以看到 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这个人物的一致性呢 还是用了以图生图 还是有一定的效果 那看他的服装都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那接下来呢 这里图片呢 大家做好了之后呢 直接保存啊 这些Mijerli的一些基础知识呢 大家先去学啊 学好再回来看这个视频 那在这里呢 记得呢 还是要先订阅一下小月儿的频道 不然怕你学到一半走出去了 下次找不到视频在哪里了 先订阅点赞这个视频 那我们的一个分镜图有了 我们的一个故事脚本也有了 接下来呢 我们去生成一个 无版权的一个音乐 大家都知道 其实我们用AI来做图呢 我们做视频的最终目的呢 都是为了一个挣钱 对不对 为了争取一些额外的收入 那在这里呢 我们就要避免一些版权纠纷啊 那就不要去使用一些 有版权问题的音乐啊 这里呢 我们要给这个预言故事呢 配上一个音乐 在这里呢 如果不知道的朋友们呢 也可以直接去用GPT啊 问一下他 这个故事呢 他适合什么音乐 比如说你可以这样问 那么我们直接可以问他 那上面这个故事呢 适合什么BGM 简洁描述一下 我要去生成音乐 他这个有点长 我们让他再简单 我们让他简单一点 一句话描述 那可以看到这个故事 适合搭配史诗诗的音乐 以弦乐 管乐和打击乐为主 让他翻译成英文啊 这个MUBERT的话 也是支持一个英文描述啊 OK了 我们粘贴一下 那我们在这里输入 我们的一个描述 或者一个提示啊 或者你找了一个链接也可以 他都可以给你生成音乐 事实上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个 一分钟两分钟啊 几十秒都可以啊 这个自己选择啊 那么就45秒 我们点击这个生成 这里如果说你还没有注册一个MUBERT的话 到时候可以去描述栏去找一个链接 如果你是长期做视频的话 那么你用到一个音乐比较多的情况下来 那么呢 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 他的一个订阅计划啊 根据自己的需求呢 来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 我们看一下 这里已经OK了 放一下看 不错不错 这个音乐不错 那我们点这个按钮下载 他在这里呢 并没有下载到我们的电脑上啊 他只是下载到这个后台 我们还要再点一下 那可以看到在这里 少等一下啊 还在转 OK了 点这个按钮 才是真正的下载到我们的电脑上 那在这里呢 我们一定要去看一下 他里面的一个要求啊 你看在使用我们的音乐的 使用我们音乐的视频呢 或者说一些什么媒体帖子博客 啊 必须要添加一个Mubert的一个链接啊 到时候我们把这个Mubert的一个链接来放到我们的视频下方 或者视频里面都可以啊 我们点这个 这下它下载到我们电脑上 那等一下的话我们就使用这个音乐 那如果你做的是一个英文频道的话 可能还要使用到这个APP啊 就是一个11labs就是专门一个文本转语音的一个APP 一个AI工具 那直接把你的一个文本呢到这里面呢来用一个解说员呢把它解说出来啊 这里面呢全部都是一个英文版本的大家如果说做英文频道就可以使用这个啊 来把这个文本变成一个语音到时候直接添加到视频里面呢就可以了 接下来就到我们的最后一步了 把我们的图片变成视频 这里呢我还是推荐一个 Freaky AI 特别是我们刚刚在学做视频的一些朋友啊 因为这个APP呢它里面的功能很齐全 它的配音呢也很多 包括它里面的一些素材啊 它里面的一些有海量的一些素材可以供我们选择 你如果说你只有一个想法也没有关系啊 直接把你的这个想法你的一个标题输进来 它就会自动帮你准备素材帮你配音配画面啊 最后的话就直接导出来就是一个视频啊 那这里如果说大家还不知道这个Freaky AI的一些功能怎么使用 那这下面呢我会把一个链接放在描述栏啊 里面有详细介绍Freaky AI的一些使用功能 一些编辑页面的一些具体详细的一个教程 大家可以去描述栏看一下啊 这里我也会把这个上面右上角放一个链接啊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 那我们直接就点这里啊开始创建 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新建一个文件架啊 我们这里来选一个视频 这我们比如说写一个预言故事 这里选择一个中文 那么这个Freaky AI它是支持一个中文描述中文输入的啊 我们英语不太好没关系 我们直接在这里输中文 我这边点开一个沉浸式翻译啊 这样方便大家看啊 那这里我们选你来自哪个国家啊 你就选哪个语言 这我们选择一个简体中文啊 这里呢选择一个16比9 我们点开始 那么跳出来这个假如说你只是一个想法来生成一个视频 那你可以把你的想法来比如说帮我生成一个预言故事 那么就这样就OK了 你直接点击提交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这里自己准备了一个故事脚本呢 那我们就直接把它粘贴进来就可以了 在这里呢还给大家一个小技巧 千万不要学小鱼这么懒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故事来粘贴到一个文档里面去 可以新建一个文档 那把我们的文案 那可以看到这里非常的长啊 我们的故事 那大家都知道 如果说我们在看一个视频的时候啊 我们到这边来找一个给大家看一下 那可以看到我们为什么要把画面设置的短一点 如果说你长时间只是看一个画面 观众呢他就会觉得审美疲劳 那看一看他就不想看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一个视频呢 定格到三秒转换一个画面 那这里呢就必须我们要把我们的文本呢 多分上几个段落 那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多穿插几张图片 这样我们把它分的多一点 OK了 我们直接把这个给它粘贴过去 点击这个添加新场景 空白场景 那我们点这里 直接把它粘贴进来 它会给我们分段的 我们自己分好了 它就只按照我们分的 直接帮我们每一段分开 那可以看到这里呢 它已经帮我们分好段落了 而且呢还帮我们配了一个图 我们先看一下它里面的一个配图 如果我们很多新手朋友刚刚开始 你觉得自己配图比较麻烦 你也可以选择它的一个素材 你可以 只是你就有的不匹配的稍微给它换一下就行了 那我们点开先看一下 在古老的王国里 有一座被云雾缭绕的山峰 传说中隐藏着一本神秘的书籍 名为天命之书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里面的 给我们想象的呢 预言故事有点不一样 这里我们自己有图片的话 我们就可以给它替换进来 我这边先教大家替换图片 我们就直接点这个图片 点这个按钮 上传我们自己制作的一个图片 在这里呢 它只能一张一张上传 我们上传的时候 大概看一下顺序 上传好了之后 我们点一下这个图片 它就会自动帮我们 替换掉这个图片了 OK图片替换完了 我们来把我们的musicals 给它替换一下 这里选还是选择这个按钮 选择文件 我们点一下 再点一下 OK了 这里换上了 图片换掉了 音乐换掉了 我们这里选一个讲解员 调好声音之后呢 我们要勾选这个按钮 适用于所有场景 把全部的二位音呢 语音都给它替换了 这边就完成了 这边字幕呢 大家可以调整啊 你要想让它的字幕 放在哪个为止 你就可以调整这个 上下左右 我们直接看下一个效果图 故事开始于一个普通的小村庄 一个名叫James年轻人 James在一场意外中得知了天命之书的存在 并听说他隐藏在遥远的山脉深处 被好奇心驱使 James决定踏上寻找这本神秘书籍的旅程 在途中 James遇到了各种困难和挑战 但他的决心始终不曾动摇 经历了几个月的跋涉 James终于来到了那座神秘的山峰 然而他发现山峰上并没有人烟 只有一座古老的神庙处立在那里 进入神庙后 James发现了天命之书的所在 他安静地躺在一个镶嵌着宝石的祭坛上 当James伸手触摸书籍时 突然一道神秘的光芒 从书页中散发出来 将它鲁罩其中 可以看到AI就能做出这样的一个视频效果 是不是非常的不错 那这里呢 我们就直接选这个download的按钮 下载视频就可以了 那今天呢 这期视频呢 小鱼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给大家讲这视频 看完今天这期视频 我们的新手朋友 你会觉得做视频很难吗 如果说你还有什么疑问 大家也可以加入小鱼的一个星球计划 向小鱼提问 那今天呢 所用到的所有的一个提示词呢 和链接呢 我会放在下面描述栏 喜欢小鱼呢 记得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 大家对AI做视频感兴趣的话 你还可以看我的其他视频 那今天这期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继续